宣王落难时,曾住在我家 我细心照料他,哥哥冒充他引开敌扣 可他却听信村长女儿的话,认定哥哥通敌叛国,将他凌迟处死 我也被万人唾骂,最终惨死街头 再睁眼,我重生回减到宣王那日 面对坚持要救宣王的哥哥,我小心翼翼地问 哥哥,你相信前世吗?哥哥沉默许久 妹妹,你也重生了 哥哥死讯传来时,村里正为赵盛和白桃举办婚宴 我拖着病体闯进村长家,打断了他们的拜堂 赵盛不满地看向我,我声嘶力竭地质问 赵盛,我哥哥是为了替你引开敌扣,才被迫与他们为伍的 你凭什么盼他通敌叛国,话音刚落 白桃掀开盖头,冷声道 当初你哥带着玉佩走时,说好了一个月就还回来 可阿盛足足等了四十日,都未曾见到能代表他身份的玉佩 谁知道你哥安的什么心思,若非阿盛聪明 他又怎么能恢复王爷的身份 我几乎呕出一口血,我哥哥是为了活命 与敌寇周璇才耽误了回家,他与你有救命之恩,你们怎么可以 我还未说完,赵盛不耐烦地打断我 不过是死个庶民而已,你们凌驾于本王的恩情 本王不是赏了你们白银白两吗,我几乎是气笑了 赵盛见我纠缠不休,抬手换来侍卫 要将我赶出去,我被两个男人架着 动弹不得,只得苦苦哀求 赵盛,你昔日受伤昏迷时 我也曾一不解怠地照顾过你 看在这个份上,能否求你将我哥哥的失手给我 叛国之罪,可诸九族,阿盛连你兄妹是无父无母的孤儿 才没有治你的罪,你有什么资格提要求 白银扯了扯嘴角,讥讽道 想要失手,若你脚速够快 现在应当还赶得及从野狗嘴里抢出来 他话音刚落,我狠狠吐出一口血 侍卫将我扔出村子 寒冬腊月,雪扑了满地 我浑身已然失去知觉 意识模糊之际,我看见一袭红衣的白银 款款而来,将我踩在脚下 林匪,你可知我为何这般恨你 为什么,七岁那年 我因不小心弄坏了苏家笛小姐的一群 被当街打了一巴掌 后来我引了人贩子将她绑了 本以为她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却不想六年后,她又出现在我们村子里 我很忐忑,却发现她失忆了 于是我接近她,与她成为朋友 等了三年,终于再次等到机会 白桃居高临下地腻着我 而你,林匪,你就是七岁那年 给过我一巴掌的苏家小姐 当初你多风光啊 谁能想到现在如野狗般被我踩在脚下 你就带着我唯一的污点 永远地消失吧 严毙,她将匕首捅进了我的脖梗 阿斐,那里好像躺着个人 我们过去看看吧 我刚重生,就听见哥哥清润的嗓音 几乎是下意识的 我抓住了要上前的哥哥的手 别,哥哥,对方来路不明 我们还是别管了 前世的经历,记忆犹新 只要不救宣王,就能避开前世的祸端 谁知哥哥听了我的话,眉头微醋 意味深长地瞥我一眼 阿斐,你素来善良 这次为何见死不救 我纠结着前世的事 小心翼翼地问 哥哥,你相信前世吗 只一句话 哥哥便变了脸色 伸手捂住我的嘴 左右瞧了瞧 方才眸光复杂地问 所以阿斐,你也重生了 我们二人抱头痛哭 片刻后,哥哥坚决道 阿斐,宣王必须救 只是这一次 我要让他也体会 失去一切的滋味 言毙 哥哥走上前 赵胜被砍得浑身是伤 饶是如此 竟还有力气睁眼 瞧见哥哥 他用尽全力 从衣袖里摸出一块玉佩 气弱犹思道 若你愿意救我一命 再用这块玉佩 引开追我的那群山匪 待我恢复 我与你们白银白两 前世也是这般 哥哥想攒钱让我过好日子 于是答应了赵胜 而现在 哥哥盯着赵胜看了许久 仿佛要将他刻进骨子里 方才接过玉佩 道 好 赵胜松了口气 一月之期 我在这里等你 言毙 就晕了过去 哥哥拿到玉佩后 却没有立马走 而是先开赵胜衣袍 用匕首将他后背的胎记挖了 才转身对我道 我已将赵胜身上 唯一代表宣王的胎记除去 从今日起 我便是真正的宣王 我震惊地看着他 前世哥哥离家的那四十日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竟有如此心性 不远处 林子里四十有人在穿梭 哥哥迅速换上赵胜的外袍 对我道 前世我已打听清楚 赵胜自四岁起 便被送去敌国做质子 宫里无人见过他 敌寇我会除 赵胜的仇 我也要报 我钻住哥哥的衣袖 可那是皇宫啊 哥哥 那是何等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 哥哥死死盯着赵胜 沉默良久 阿斐 我要护你 哥哥说完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 我正在原地 沉默片刻后 转头朝赵胜走去 哥哥要报他的仇 我也有我的仇要报 我断不会拖哥哥的后腿 傍晚时分 我敲响了村长家的门 开门的是白桃 看见我身后用草席 裹着的血人石 吓了一跳 我洋装为难 咬唇道 小桃 我与哥哥今日从山里捡了个人 我家中穷 用不起药材 能否劳烦你照顾他一下 白桃某中厌恶的神色一闪而过 他嫌弃地倒退了两步 勉强为耻笑 阿斐 你这可就难为我了 这人是外男 我又未成婚 说出去难免坏我名声 啊 那怎么办 你若不帮我 我可就没办法了呀 你哥哥呢 我文言扫了眼身后的男子 突然凑近白桃 小心翼翼道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告诉了你 你可千万别告诉旁的人 这男子方才有意识时 给我哥哥一枚玉佩 让他帮忙引开什么人 说是成之后 许我哥哥白银白两 我哥哥关他衣着华贵 气度不凡 便答应了这个请求 如今他不在家中 我也没办法 我说这话时 强忍着恶心 前世 我的确当白桃 是我最好的朋友 她是村长的女儿 胆大泼辣 又主动向我示好 若非临死前 她说的那番话 恐怕我现在 还被蒙在鼓里 白桃文言 方才还嫌恶的眼神 立马亮了起来 她犹豫片刻 起身走到赵胜身边 用帕子拨开 她面前的碎发 只一眼 耳尖便悄然红了起来 赵胜这副皮囊不错 哪怕如今鲜血淋漓 但仍是不难看出 她俊俏的模样 白桃咬着唇转身 面带羞怯道 阿斐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怎会不帮你这个忙呢 你就将她安置在我家吧 我欣然接受 将人一脚踢了过去 离开村长家前 白桃再三嘱咐我 此事千万不可同别人提起 你也少接触这男子 毕竟你是个孤女 难免有损名声 我差点笑出声 前世 来村子里刺杀赵胜的人不少 我可没少跟着受罪 这样的苦头 也该轮到她尝尝了 于是我忙不迭道 放心吧 我会的 从村长家回来 我连夜收拾戏软 一日一早 便坐上前往镇上的马车 两个时辰的车程过后 我站在了清水县最豪华的府门前 气宇轩昂的门庭之上 是一块龙飞凤舞的牌匾 上面刻着苏府二子 关于苏家 前世我听过不少传闻 苏家本家在京城 原是商户 后出了个三元吉地的壮元郎 取了丞相千金 地位便一跃千里 九年前 壮元带妻女游山玩水 途经清水镇 在此地小住了半月 却不想弄丢了唯一的女儿 夫妻二人伤心不已 是以特在此建造府邸 每年都会寻时间回来小住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 扣响了苏家的府门 开门的是个小丝 听闻我的来意后 不慎在意地白白手道 老爷和夫人都在京城 你改日再来吧 我颇有些疑惑地问 他们不是找女儿吗 为何不留人在清水镇 小丝无所谓地笑笑 这些年想要冒领身份的人那么多 老爷和夫人 怎么可能应付得来 说吧 瞥我一眼 似是认定我也是这种人般 我咬了咬唇 这不行 若我不回苏家 怎么斗得过白桃 于是我当即打开包袱 从里面掏出张白色手帕 咬破了手指 写了封血书 写完后 郑重其事地交到小丝手中 我当真知道苏家大小节的下落 还请务必将这封信交给苏老爷 或许是我的行为 震惊了小丝 他竞争的结果 端向了许久后 收进袖子里 好 下午时 小丝就将我的血书 交给了苏家进京采买的管家 管家起初也颇为不屑 然而听闻 是我一笔一画写出的血书后 他立于马车之上 眸光复杂地看着我 这些年 清水镇也有不少人 说是遗失的大小节 我们都曾一一通报老爷和夫人 但老爷眼光独辣 一眼便能认出真正的大小节 是以他们每次都是成性而来 拜性而归 有这封血书 老爷和夫人 并会再跑一趟清水镇 若你真有大小节的下落 那你便是苏家的贵人 日后不说荣华富贵 也是吃穿不愁 若你是想欺骗苏家 你应当知道 苏家也不是那般好糊弄的 我朝他拜了一拜 语气笃定道 麻烦你了 管家深深看我一眼 不再说话 转身进了马车 接下来的日子 我在镇上找了家客栈 静静等待苏家的消息 然而 我都等了快一个月 都未等到苏家的老爷和夫人回来 甚至连管家都没看见 我也去苏家问过几次 但每次得到的消息 都是不知道 就这般等啊等 等到我身上的银钱都用光了 仍是迟迟没有苏家人的消息 无奈 我只好收拾东西 重新回了村 只留下村里的住址 请求小司 若有老爷回来的消息 务必要告诉我 一个月没回家 木屋里生了层厚厚的灰尘 我放下东西 刚打扫完 房门便被人从外面推开 白桃看见我后 面上露出惊喜 林匪 你可算回来了 你这一个月去哪了 我态度冷淡道 去镇上玩了一个月 怎么了 他怀疑地打量着我 片刻后 一把攥住我的胳膊 毫不客气道 阿胜就在我家等你 他要见你 你赶紧跟我过去 短短一个月 赵胜的伤已然恢复好 他副手站在白家的堂屋 气质傲然 和农村的砖瓦房 格格不入 白桃火急火燎地攥着我 刚进门 就把我扯到了赵胜的面前 按着我的肩膀 便命令道 赶紧跪下 我侧身躲开 众眉冷声问 为什么 白桃抱着胸 看我的眼神像是看一个临死之人 你知不知道 站在你面前的男人是谁 他可是宣王 当今圣上的亲弟弟 他原以为我会害怕到当即下跪 却不想 我吃笑了声 你说他是宣王他就是 我还说自己是公主 话音未落 我的膝盖弯陡然一痛 便猝不及防地双腿一弯 扑倒在地 而赵胜就站在我的舞步之外 用小石子砸我的腿弯 见我倒地 他勾起一抹凉薄地笑 不谢道 这不是跪了吗 我咬了咬牙 想要爬起来 却被白桃用脚 死死踩住腿弯 他的手则抓住我的头发 迫使我抬头直面赵胜 赵胜坐在主位 不仅不慢地瞎了口茶 方才淡淡抬眼 一月之七已到 你哥哥却迟迟未归 身为他的妹妹 你肯定有方法能找到他吧 我忍不住嘲讽地笑出声 果然狗改不了吃屎 不论前世和今生的事情 走向如何 赵胜这过河拆桥 自私刻薄的性子 当真是一点不会变 我和哥哥又没心灵感应 我怎么找到他 再者说 你若真是宣王 应当知道 交派给他的任务有多难 他耽搁了些时间 也是正常的 我与哥哥怎么说 也算是救了你的命 你就是这么对待救命恩人吗 说着 我动了动腿 下一秒 白桃便一巴掌 狠狠地甩在了我的脸上 你这乡野村妇 少在这口处狂言 阿胜的命明明是我救的 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白桃呸了我一声 脚下屎力 踩得我膝盖骨咔咔作响 他接着骂 你可知你哥哥拿走的玉佩 是什么宝物 既然承诺了给他好处 那他就该遵守诺言 如今 阿胜派出去找你哥的人 已经出发了 待找到你哥 不管是生是死 都不会有好下场 我吃笑了声 原来如此 难怪前世 我哥那么快就被判了罪 原来给哥哥定罪的人 就是赵胜他自己呀 见我不害怕 反而笑起来 白桃忍不住猝起眉头 阿胜 他疯了 我们怎么处置 赵胜冷冷地看着我 不屑道 先将他关在柴房里 每日折磨上一遍 逼林业自己现身 我就不信 林业当真那么狠心 为了荣华富贵 连自己的妹妹都不要了 白桃听话地点头 接着拽住我的头发 将我如死狗般 往柴房拖 就在这时 村长夫人突然 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 看见我被打成这样 吓了一跳 赵胜不悦地猝起眉 白桃怒道 娘 没看到我们在办正事吗 你闯进来干什么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他赶紧道歉 磕磕巴巴道 就是外面来了两辆马车 八匹高头大马拉着的 上面还有叶明珠呢 我寻思着 咱也不认识 这种富贵的人家呀 就赶紧来找赵爷 想着盛世他的人来了 赵胜闻言 当即起身 谈了谈身上的灰尘 副手道 应当是寻本王的 对方自爆家门了吗 报了 报了 大娘激动道 马车上下来了一对夫妻 那个男人说自己 好像是姓什么苏 对对 京城苏家 赵胜点了点头 嘱咐白桃将我看住 起身走了出去 我却在听到苏家良的字后 眼睛立马瞪大 开始剧烈挣扎 白桃似乎并没想到 九年前的事 他又甩了我一巴掌 斥责我老实点 顺便用手帕 将我的嘴堵住了 在柴房里这段时间 他也没闲着 时不时用金条抽我两下 就在我奄奄一息之际 外面突然传来脚步声 林匪在哪 林匪呢 白桃吓了一跳 赶紧出去拦人 这是后院 你们进去不太合适吧 让开 由于太过疼痛 我的意识已然开始模糊 只听见外面一阵嘈杂 和混乱的脚步声过后 黑漆漆的柴房 突然透进来一道光 接着 我便落入一个 散发着心香的温暖怀抱 之后 我便彻底失去意识 我再次睁眼时 便听见一道 惊喜的大小姐醒了 接着 就被一个贵妇 搂进了怀里 一口一个 我的娇娇 心甘 你受苦了 旁边有个富泰的男人 眼眶通红地提醒道 夫人 娇娇刚醒 身子还未好全 你别太激动 贵妇是我娘 富泰男人是我爹 他们已经验明我的身份 正是九年前 苏家走丢的嫡长女苏兰娇 待他们情绪平复后 我爹红着眼攥住我的手 满是歉就道 娇娇 爹娘对不起你 京中突发急事 没有及时赶回来 这才导致 你被那群刁民残害 但你放心 爹已经命人 将他们抓了回来 如何处置 全凭娇娇你一句话 我闻言 立马收起脸上的泪水 他们人在哪 柴房 苏家的柴房条件 比村长家好了 不知多少倍 饶是如此 两人也十分狼狈 身上多了许多鞭痕 我刚推门而入 白桃便立马瞪着眼 愿独地看向我 林斐 你恢复记忆了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从小丝手中接过鞭子 道 你方才打了我三十二鞭 加上九年前 引人贩子绑架我的仇 你说 你一条命够偿还吗 在我来之前 小丝就已经打过他好几鞭 他已然知道 这有多疼 文言目录惊恐 奸声道 林斐 你若敢打死我 你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话音刚落 我趴的一边 抽到了他身上 白桃声嘶力竭地惊叫了声 起身往赵胜身后躲 我再次仰起鞭子 却被赵胜抬手拦下 他厌恶地皱着眉 冷冽的目光 自我们所有人身上扫过 最后定格在我爹的身上 若我没记错 苏老爷如今官拜三品 尊夫人是丞相家二小姐 这身份 倒是尊贵 的确可以对乡野村民喊打喊杀 我爹和娘对视了眼 不懂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下一刻 赵胜面色严肃 质地有声道 那你们定然清楚 普通人的鞭子 若动到了皇室身上 是什么下场了 皇室 我爹神色一紧 看赵胜的眼神 顿时小心翼翼 不知你是赵胜挺凶 气场强大 本王乃宣王 当今圣上的亲弟弟 16年前被迫前往敌国为治 前段时间被追杀至此避难 你们要动本王的恩人 就是在本王头上动吐 他说这话时 气势汹汹 再加上一身灼然的气质 看起来的确像是那么回事 方才还如丧家犬的白桃 此刻也自信起来 眼神脆毒般 盯着我手中的鞭子 道 苏家敌女又如何 你们的罪 已经够诸久足了 待阿胜回了京城 我就让他把你抓起来 剥皮抽筋 柴房的气氛一时 有些凝质 我收了鞭子 颇为紧张地看向爹娘 若赵胜真的恢复身份 那我今日的行为 的确会连累苏家 就在这时 我阿娘突然上前一步 自我的手中抢过鞭子 在我疑惑之时 他手起鞭落 狠狠一鞭子 就打在了赵胜的身上 皮开肉绽的声音传来 不光赵胜萌了 我也被吓了一大跳 阿娘不愧是丞相之女 气场竟丝毫不输赵胜 他盯着气得脸色铁青的赵胜 冷笑道 大胆刁民 竟然冒充宣王 我今日就替皇上 好好教训教训你 赵胜疼到直抽气 咬着牙道 本王就是宣王 何来冒充一说 你敢对本王动手 是不想要脑袋了吗 我爹走上前来 将我和阿娘护在身后 胡言乱语 宣王早在半月前 便已经回了京 由皇后娘娘亲自 燕名身份 皇上也为他 举办了封王典礼 再有几日 他便要代表皇室 亲自出征 讨伐北国 你敢在这个节骨眼上 冒充宣王 我就是打死你 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 言毕 他将鞭子递给旁边的小丝 这种事 何须夫人和娇娇 亲自动手 你们给我打 直到将这两个刁民 打死为止 再随意找个地方埋了 赵胜难以置信地瞪大眼 似是 在消化我爹方才的话 直到又一鞭子落下 他疼到回神 森冷目光直直盯着我 是你那兄长冒充我 原来你们早就做好 这个打算了 赵胜和白桃的惨叫声 淹没在一声声的鞭子中 我爹拽着我和阿娘 离开了柴房 我倒是想亲眼看着 他们挨打 但我爹却给我使了个眼色 离开柴房 我爹盯着幽暗的天色 叹了口气 事情怕是没那么简单 我关这男子气度斐然 并非等闲之辈 没理由要冒充宣王 可宫里那位 又已经被厌名正身 阿娘立马懂了 接过话道 皇宫的事 谁说的准呢 我的心 自方才阿娘提起宣王时 便砰砰砰地跳个不停 此刻见阿爹阿娘不过三两句 就猜出了缘由 便将哥哥的事告诉了他们 爹娘听完 震惊得无以复加 好些时间后 才脸色复杂道 你这个兄长 也是个了不得的人 既然是皇后亲自替他证明身份 想来他定然开出了什么 能打动皇后娘娘的条件 我颇有些骄傲道 哥哥的确很厉害 我阿娘道 只是这赵盛留着 到底是个祸害 就借着这个由头打死他 再悄无声息地埋了 届时死无对证 这世界上便也只有一个宣王了 阿爹颇为赞同弟点点头 然而这时 苏家的门房 却急急忙忙来报 老爷夫人 不好了 咱们府门口来了一大群村民 叫嚣着 让咱们赶紧把宣王和他女儿放出来 我们三人匆匆走到门口 便看见外面 站了一大群村民 乌泱泱地约莫有上百人 为首的是村长 正带着一帮年轻力壮的青年 毫不客气地要往苏家闯 门口守着的几名护院 都险些拦不住 阿爹皱眉呵斥 都住手 光天化日强闯宅院 你们是想进官府吗 村长是主事人 站出来道 苏老爷 您是官我是民 我不和您斗 但您强行绑了我女儿 和当今宣王殿下 如今他们生死未捕 我能不急吗 他们对我女儿动私行 我不过是请他们到府上理论而已 我爹冷声道 再者说 当今宣王已经代表 我朝出征北伐 你可知冒充宣王 是要掉脑袋的 这话一出 方才还热血冲锋的村民们 顿时委了下来 这 村长 那男人真冒充宣王啦 我呸 村长 可是你说他是宣王 救了他 咱们跟着想荣华富贵我才来的 掉脑袋的事 我们可不敢干啊 村长也慌了一瞬 但他到底是稳住了 如今已经得罪了苏家 还不如搏一搏呢 于是他斩钉截铁道 他就是宣王 你们信我 倘若不是 为什么苏家这么着急 杀人灭口 阿娘冷哼了声 我们苏家做事 向来张弛有度 胡乱杀人的帽子 可不能乱扣 你当真以为 苏家这么好得罪 村长知道 当务之急是先救人 也不跟阿娘和阿爹废话 直到 是与不是 你们说了不算 赶紧把人放出来 我们上官府对质 他们残害我女儿 就这么放了可不行 你们敢对宣王不敬 两方对质不下 争吵间 苏家门口聚集了更多的百姓 大家素来爱看热闹 也素来对当官的和有钱人 有种敌视感 于是他们纷纷看热闹 不嫌是大盗 就是啊 先把人放出来 是不是宣王 得皇上看了才知道吧 咱就平头老百姓 连宣王常什么样都没见过 没理由冒充吧 就是 既然敢这么说 定是有依据的 你们把人扣着不肯放 怕不是心里有鬼 眼见着舆论一边倒 村长面上的得意之色更甚 爹和娘气得脸色铁青 他们看向我 问道 娇娇 你愿意放人吗 若不愿意 我们自是维护你 方才村长忙着和我爹娘理论 并未将注意力放在我身上 此刻他仿佛才看见我 面上顿时露出恍然之色 原来是你 你也是两个孤儿 才收留你们在村子里生活 阿桃平日里带你也不错 如今你飞黄腾达 就是这么回报乡里相亲的 就是啊 白眼狼 我面无表情地扫了圈众人 道 苏家也并非不讲道理之人 人可以放 他若真是宣王 那苏家认罚 若不是 你们可知 你们全都是要掉脑袋的 既然可以放 那就少废话 赶紧放人吧 你们也说了 是与不是 我们都说了不算 要皇上说了才算 可如今宫里那位宣王北伐在即 恐怕没空陪你们玩这种真假王爷的把戏 你们不如等战事结束 再由知府老爷亲自上本 奏命此事 但在此之前 他与白桃仍是无故残害我的人 要暂且关押在大牢里 听了我的话 村长沉思许久 他知道 苏家全是滔天 若真是要扣着人 甚至打死 他们也没办法 这已经是苏家做的最大的让步 关押进大牢 虽然也不自由 但毕竟还能留一条小命 于是 村长勉强同意了这个提议 我爹当即沉着脸 将被打得奄奄一息 还留有一口气的赵胜和白桃 送进了官府 本着避嫌的名头 他与我娘都没去官府 只写了封信 讲清楚缘由 由管家送去 回到苏家后 阿娘拉着我的手 担忧道 娇娇 你就这么相信你那位来路不明的兄长 他当真可靠吗 放心吧娘 哥哥他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前世若非赵胜故意陷害 哥哥早已完成替身任务 拿着一百两与我过上好日子 见我这般笃定 爹娘也只能放下心 对了 爹 娘 我还有件事 想请求你们务必帮我办到 一家人的是 说什么求与不求 这两人这般欺负你 爹娘没替你出头 本就心有愧疚 娇娇若有什么要求 只管提出来 我向他们要了张地图 铺开后 指着一处地方道 苍州城有一处叫李家村的地方 那里四面环山 其中最大的两座叫砍山和雾山 我想请阿爹 帮我将这两座山买下来 一般买村子里的山 只需要征求村长同意 然后在县衙办理手续便可 这事甚至都不需要阿爹亲自出面 管家便能做 阿爹点点头 自然没问题 只是娇娇买这小村庄里的山做什么 你若喜欢乡下 我们可以买一处庄子 我神秘一笑 我昨夜做梦 梦到神仙指路 爹娘别看我这般清楚地说出地名 其实在做这个梦之前 我连苍州城是哪都不知道呢 阿娘玩耳一笑 只当我玩心重 不过两座山而已 花不了几个银子 娇娇只管放心 爹娘答应得很爽快 五日后 管家将两座山的地契 交到了我的手中 地契上留的 还是我的名字 在拿到地契的那一瞬 我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 从某种程度来说 我对爹娘的确没有说谎 只不过两座山 不是什么神仙指引 而是我前世听闻的 前世 约莫在半个月后 这两座山挖出了一整座铁矿 不仅卖出大价钱 还解决了边关兵器短缺的问题 况且这两座山的交界地带 还有一个非常隐秘的地下宝库 昔日北国最大的土匪 将富可敌国的宝藏埋在地底 若非官府开采铁矿 这些宝藏 恐怕这辈子都无法被人发现 我又记得前世 宝藏被挖出来 那堪比金山银山的场面 震惊了多少人 我的心砰砰直跳 几乎是立刻坐不住 对阿爹道 爹 烦请您给皇上上奏折 就说发现了两座铁矿山 愿意免费上交给朝廷开采 走 同我去苍州城 大小姐 您跑那老远去做什么 挖宝藏去 两日后 我们快马加鞭 抵达了苍州城李家村 苏家在苍州也有府邸 我找爹娘要了首玉 调遣了三十多名 苏家信得过的家生子 花费了八日的时间 暗中运送了近八成的金银财宝 藏匿于苏家在苍州的各个庄子 接着又将宝库恢复成原样 第九日 皇上派遣的工部和兵部的官员 便到了李家村 一番考察后 兵部官员喜极而泣 当真是铁矿山 整整两座铁矿山啊 这下好了 兵器吃紧的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 接着 两名官员郑重其事地与我会面 并向我表达了谢意 我并未将宝库的事告诉他们 要知道 锦上添花翼 雪中送炭却难 况且这宝库 我还有其他作用 趁朝廷忙着开采铁矿 锻造兵器之石 我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大自拉地将那些财宝 往苏家在各个地方的府邸 装自运送 一辆辆飙车 从苍州苏府出发 声势浩大 却没有一人起疑心 毕竟我连铁矿山 都能白送给朝廷 又有谁会想到 我这般明目张胆下 运的全是金山银山呢 如此三个月后 边关捷报一个接一个传来 南国的铁集 踏过了北国的16座城池 尤其是宣王所带领的那支军队 更是以役当时 指导北国皇城 最后逼得北国皇帝 亲自签订了各项不平等条约 而宣王拿到休战协议后 并未为难北国百姓 他的骁勇善战和心善 让北国和南国百姓 人人称颂 赞不绝口 四个月后 边关再次传来消息 我们英勇无敌的宣王 终于要凯旋了 战事结束后没多久 爹娘推开我的房门 面色严肃到 娇娇 宫里来圣旨了 传唤我们入宫 我任由丫鬟 替我更衣 上妆 看着铜镜里 那枚英纯的少女 勾了勾纯 那便入把 该来的总会来 爹娘攥紧我的手 安抚道 娇娇放心 就算天塌下来 也有爹和娘替你顶着 我不信我一个三品官员 你娘一个丞相敌刺女 还比不过一个质子 我会握住他们的手 笑着摇了摇头 这些时日 我在苏家学到了太多东西 心性早已处遍不惊 马车很快在宫门口停下 与之一同停下的 还有自清水镇来的马车 赵胜和白桃 自马车上下来 看见我后 朝我露出是在必得的笑 他们在牢里被关了三个月 虽身上的边伤好得差不多了 但到底环境差 被戳磨得 早已没有往日的意气风发 反观我 在苏家吃得好穿得好 整个人被养得水水灵灵 白桃嫉妒的脸都要变形了 恨不得扑上来撕了我 林斐 你这个小贱人 等着看吧 你得意不了太久了 我冷吃了声 我倒是觉得 你不如享受一下 这人生的最后几个时辰 牙尖嘴利 我是不是宣王 今日太医一眼变直 你还是担心 担心你与苏家的存亡问题吧 赵盛逆我一眼 或许是巍峨的皇宫 唤醒了他骨子里的皇室血脉 他这回又恢复了之前 那副高高在上 端着身姿的模样 我朝他笑了笑 在他还未反应过来时 凑到他身边 与苏极快道 你被关在牢里这么久 想来还不知道吧 我哥哥用你的身份北伐 大获全胜 如今正在宫里受封赏呢 什么 赵盛脸色微变 下意识就想扼住我的喉咙 我快他一步跳开 踏入了宫门 身后 赵盛从喉咙间一出怒吼 哦 他急了 我们跟着德公公 一路进入勤政殿 刚踏进去 一股强烈的威慑气息 便扑面来 我跟着爹娘一同下跪 行礼 片刻 头顶传来一道 威严冷沉的嗓音 赐座 直到座下 我才大着胆子抬起头 大殿上位 坐着充满威慑力的皇帝 皇后坐在他的侧下方 两人的表情都不大轻松 想来是听说了真假宣王的事 殿下 正站着两排官员 紫色官袍为武官 红色官袍为文官 我小心翼翼地看了眼皇后 他就是给哥哥确定身份的人 他此刻神色自如 还有空喝茶 看起来问题不大 就在这时 赵盛被带了进来 白桃是没资格面圣的 他此刻正跪在勤政殿外 饶事如此 也吓得双腿发抖 赵盛刚进勤政殿 便声泪俱下 勤真意怯地喊了声 皇兄 臣弟在北国卧薪尝胆十余年 终于回到您的身边了 殿内众大臣 齐齐抽了口气 皇上的表情陡然沉下来 倒是皇后 慢悠悠地放下茶盏 微笑道 别喊得太早 宣王的身份是本宫亲自验明的 你如此这般 是在打本宫的脸 赵盛终于停止演戏 赶紧对皇后道 皇嫂别误会 臣弟只是再次看见皇兄 心情激动不已 才如此失态 还望皇嫂不要见怪 皇帝咳嗽了声 我悄悄看了眼 表情怎么说呢 就挺无语的 我悄悄掐了把手心 才忍住没笑 我要是皇上 我也无语 本人亲自下令 送他去当质子 一去就是十几年 想来在北国吃尽苦头 不恨自己就不错了 还心情激动 骗鬼呢 皇后忍了忍 没忍住 用帕子捂住口鼻 嘲弄的笑意 却从眼中泄出 他的语气是止不住的冷吃 你说你是宣王 那他是谁 盐壁 大殿外面 传了一道沉稳的脚步声 我刹那间 攥紧了手中的袖帕 这脚步声 我绝对不会听错 我抬眼看向店门 一颗心紧紧地提了起来 只见一道高大的身影 踏入勤政殿 他穿着一件银白色盔甲 身材高大挺拔 浑身上下散发着素冷之气 微臣赵胜 参见皇上 是哥哥 我几乎想立马站起来 好在李星让我克制住了自己 看见哥哥 皇上的脸色才好看许多 他赶紧给哥哥赐作 笔之从进门起就跪着的赵胜 待遇高下利剑 赵胜顿时气得脸色铁青 哥哥坐下之时 微微抬头 目光自我身上擦过 与我短暂交汇 虽只是短短一眼 但我从哥哥眼中看出安定 真好 有哥哥在 我的心一下子就被抚平了 哥哥出现之后 那些五官立马站了出来 指责赵胜 你平白无故冒出来 声称自己是宣王 可据我所知 你在清水镇这些时日 连一个小小的农女都要欺负 对待百姓极为傲慢 你若真是宣王 在北国卧薪长胆十余年 怎么可能养成如此心性 反倒是他 北伐之时 每踏过一座城池 从不会欺凌老弱附残 敌方若肯缴梟投降 也统统留一命在 两相对比之下 谁是宣王还需要说吗 赵胜立马出声反驳 你这话不对 我是宣王跟我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关系 是便是 不是便不是 黄氏血脉 怎能如此而戏 况且是这女人与她勾结串通 冒充我在先 我不过是言行逼供 想要问出林业的下落而已 你们刑部不是惯常用这种手段吗 刑部上书立马不满 争论便争论 扯上刑部做什么 代表宣王身份的预配 是他拿出来的 宣王两岁时 曾因摔下马 后背有个伤疤 也是皇后派人亲自验名的 这些你都有吗 赵胜的脸色立马沉了下去 伤疤这是 原本知道的人极少 是哥哥被皇后的人验名后 才公之于众的 赵胜前世 就是凭着这个伤疤 才争取到恢复身份的机会 他若是在三个月前回宫 那时还没人知道伤疤的事 他还有机会 可如今 有心人一打听便知 别说他后背的伤 已经被哥哥挖去 就算还在 也说明不了什么 刑部上书一锤定音 皇上 臣认为 这人满嘴谎言 根本拿不出有力证据证明 应当斩首 你乃龙体 无需为这种人见血 皇上皱眉沉思 并未说话 一旁的皇后却道 查 当然要查 不查清楚 怎能堵上悠悠众口 倒显得本宫办事不利了 皇上看向他 道 朕并非不信任您 臣妾当然知道 皇后握了握他的手 温柔道 不过皇上 在查这件事前 您不是说 要对苏家大小姐封赏吗 话音刚落 所有人的目光投向我 阿娘捏了捏我的胳膊 我从容起身 朝皇上和皇后 缓缓跪拜 臣女苏兰娇 叩见皇上 皇后 哦 对 就是你 朕想起来了 送给朕两座 铁矿山的骑女子 皇帝指了指我 道 朕光忙着处理家事 忘记对你们苏家行赏了 皇上说完一抬手 对旁边的德公公 使了个眼色 德公公立马掏出圣旨 一堆赏赐 不要钱似的 朝我砸过来 我跪谢隆恩 却没有马上起身 皇上 臣女今日进宫面圣 除了领赏 还有件事 要向您禀报 哦 说来听听 臣女在矿山开采时 曾去李家村玩过几日 偶然在两座矿山中间 捡到了一块金子 出于好奇 臣女命人拿来铲子 同工人们挖了会儿 却在地底挖出越来越多的金子 还有许多银子和珠宝 数量极为可观 皇帝一听 略显惊讶道 极为可观 是个什么数字 在他看来 我不过一介小小女子 嘴里的可观 或许并没有多少 我神色从容地吐出一个数字 粗略估计 可抵我朝十年赋税 此言一出 皇帝蹭了一下 从龙椅上站了起来 十年赋税 要知道刚结束战争 如今正是安抚士兵和百姓的时候 他正筹上哪去筹这么多钱呢 若我说的是真的 那可真是解决了他的燃眉至极 皇帝将信将疑 这时兵部尚书站了出来 皇上 苏家女口中的数字 只多不少 陈昨日收到下属帝来的信件 李家村的确有这么个宝库 是三十年前 北国最大的土匪窝 逃亡到南国途中所埋下的 要知道 那个土匪窝横行数十年 攒下的金银财宝数字不尽 富可敌国 李家村挖出的财宝 不及他们敛财的十分之一 陈猜测应当还有其他地方 埋藏着大量财宝 皇上又激动起来 十分之一就能抵国家十几年赋税 那要是全部挖出来还得了 反正都在南国境内 他总有一天能找到 好好好 苏兰娇是吧 难得你有如此心性 面对这么多财宝 都不曾起贪欲 朕很欣赏你 说吧 想要什么赏赐 朕都能满足于你 我文言 慢慢抬起头 在殿内环视一圈 他的眼皮子狠狠跳了跳 臣女什么都不想要 臣女只想让皇上 听臣女讲一个故事 你且说 臣女七岁之前 还是苏家受尽宠爱的大小姐 就因为七岁那年 打了一个弄脏我裙子 还拒不道歉的女孩 便被对方蓄意报复 引人贩子将我绑走 臣女忘记被绑架 那段十日的记忆了 或许过于痛苦 所以大脑选择将之遗忘 等臣女再次有记忆时 只记得臣女有个哥哥 但臣女极好 他只比臣女大四岁 十五岁别的少年还在长身体 他便去码头上扛水泥 每日换八枚铜板 给臣女吃肉包子 自己却连白面馒头都舍不得吃 后来哥哥赚了些小钱 带臣女在桃园村买了快递 村长人很坏 逼着哥哥交人头费 哥哥为了带我安家 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买完地后没有钱 哥哥便自己上山砍树 扛木头做房子 我想帮忙 哥哥却捧着我的手说 这般白嫩细腻的手 不该做这种重活 所以哥哥从未让我干过任何活 后来我们有了家 哥哥白日里便带着我上山 他狩猎 我挖野菜 生活倒也过得去 我原以为我一辈子 都会同哥哥这般安居乐业 直到半年前 我与哥哥救了个人 对方身份尊贵 身后有许多人追杀 哥哥为他引开了追杀他的人 却再也没有回来 我则将他照顾到痊愈 他留下了些银钱后便离开 承诺我日后定会种血 我并不在意 却不想这是落入了村长女儿白桃的耳中 他便是七年前对我打过一巴掌 报复我的女孩 他害怕我会恢复记忆 于是同不知 从哪里冒出来的男子谋划 想要夺走我的一切 甚至还在知道我哥哥的事后 大言不惭地想要冒充喧王来威慑我 好在我回到了苏甲 爹娘想替我出头 整治白桃和这个来历不明的男子 却不想村长为了救女儿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冒充到底 却不想我爹并不好糊弄 将人交给了县衙 这才有了今日面圣之事 我的一番话 一扬顿挫 精彩得像是画本子似的 听得大殿内众人一愣一愣的 片刻 我的目光再次扫过哥哥和赵胜 我折指哥哥 他便是我哥哥拿命救下的男人 他的命承载着哥哥的命 而他守护了我朝大好河山 哥哥的牺牲就是值得的 我又折指赵胜 而他 就是同村长之女 一同残害我的人 如今当着皇上的面 竟还有胆子演戏 大殿内 一片死一般的寂静 几个呼吸后 只听赵胜气急败坏的嘶吼声传来 你撒谎 这男子明明才是你那个哥哥 你二人合伙骗我的玉佩 想要代替我 你的意思是 他一个从未见过世面的孤儿 有胆子从你 只在敌国握心肠胆十余年的王爷手中 骗取玉佩 然后拿着玉佩上京冒充你的身份 又领着数十万南国铁骑 攻占北国十六座城池 逼得北国皇帝签订各项条约 公布尚书不屑地问道 赵胜 我暗暗攥了攥拳头 这种事 前世的哥哥是断然做不出来的 可他如今做得这般好 我很难想象 前世的哥哥 离开桃园村的那两个月 与敌寇周旋时 究竟发生了什么 半上 皇后才悠悠道 按理说 宣王的身份 是臣妾命人亲自验明 一些细节之处 与臣妾了解的也并无出入 但若是诸位倾家不信 那唯有皇上亲自饮血 滴血验明了 这下 就连之前那灵星的一些疑惑声 也彻底被风吹散 唯有赵胜 语气颤抖 不知是气的 还是怕的 一个劲道 皇兄 你要相信我呀 咽血就咽血 我当真是您的弟弟 真正的宣王 臣妾在北国吃了那么久的苦 您不能不认臣妾呀 皇上厌恶地瞥了他一眼 眼中写着明晃晃的蠢货两个字 别说你这德行 根本不像南国皇室所出 就算你真是宣王 那留着也是给朕丢人 皇上厌恶道 行了 不耽误重倾家时间了 这些不必再厌 朕相信皇后和苏小姐 来人 将这胆大包天 冒充宣王的狂徒压下去 三日后斩首示众 至于那跪在殿前的村妇 苏小姐 你想如何处置 我对上皇帝的眼神 片刻后 一字一句道 无码分尸 皇帝满意地点点头 我若真体谅 大度地从轻发落 他恐怕会怀疑我别有用心 这般明晃晃地 表达出我的恨意 才让他觉得 我是个无脑的女子嘛 从秦政殿出来 耳边还回荡着 赵盛和白桃的求饶和嘶吼声 哥哥在门口等我 看见我后 假模假样地说 苏小姐 你哥哥的事 我很抱歉 我朝他眨眨眼 没关系 我失去了哥哥 但国家多了一位 骁勇善战的宣王殿下呀 哥哥轻松地笑了 我们走了一段 待到周遭都没人后 哥哥才歉就到 阿斐 抱歉 让你独自面对他们的刁难 我眼眶通红 看着哥哥许久 你没事就好 我们叙旧了话 哥哥才又说 其实你今日 不必在大殿之上冒险 我与皇后早已商量好对策 他也已买通了 太医院众人 就算你不出面 我也不会有事 况且你编的那个故事 实在是漏洞百出 皇上若想探查 很轻易 就破解了你的谎言 我狡黠一笑 哥哥 你错了 皇上并未相信我的话 他信的 不过是我让出来的 那刻底十年赴税的财宝而已 哥哥愣了片刻 也跟着笑了 你倒是机灵 我记得你不是最贪财了吗 怎舍得又送铁矿山 又送金银珠宝的 哦 哥哥又怎知 我没有藏丝呢 你压你 三日后 赵胜在城门被斩首失重 白桃则在城郊 被五马分尸 场面过于血腥 哥哥要替我蒙上眼睛 我却躲开了他的手 让我亲眼看看仇人的下场 直到赵胜的人头落地 白桃的尸体 被无皮马拉的东铃稀碎 惨不忍睹 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 才终于落了地 回府的路上 我与哥哥同乘一辆马车 耳边由回荡着 白桃生死利捷的咒骂 我不确定地问哥哥 一切都结束了吗 不 哥哥坚定道 阿斐 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全文完